大家好,我是Eidy 这一期又来到了Lightroom后期小技巧的分享时间了 如果说只用一个工具就能完成照片的调色 是不是听起来有些夸张 但是我发现其实真的可以做到的 掌握了这个方法 只需要使用Lightroom中的一个工具 就能够让照片又好看又有自己的风格 特别是在后期日出日落的照片时 立刻就能够让照片烧起来 所以今天我想要和大家深度的聊一聊这个方法 那就是把鲜艳度饱和度数值拉到最右 你学会了吗 开个玩笑 这个工具就是分离色调 分离色调这个名字 乍一听起来又古怪又难懂 分离怎么个分离法 色调是我们认为的那个色调吗 打开这个功能面板之后 也是一脸的问号 高光 阴影 平衡 下面的色相和饱和度又指的是什么呢 想搞懂这些问题 我们就需要刨个问底的找到源头 先来看看分离色调是如何工作的 假设这个白盒子是照片里的一个物体或者是建筑 光线从右上角照下来 在左下角形成了阴影 我们先来设置分离色调中的高光 拖动数值 你会发现照片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是因为必须要拖动饱和度数值 才能激活上面的色相设置 这两个设置需要搭配着使用 右上角这个小方块也可以设置高光 点击之后就打开了这样一个色谱 从左到右是不同的颜色 也就是刚才那个色相 在同一个颜色的位置上 上下移动就会改变这个颜色的深浅度 也就是饱和度数值 拖动色谱下面这个百分比 同样也是可以设置饱和度的 可以先选择一个上面的颜色 然后通过这个百分比数值 改变这个颜色的饱和度 或者按住鼠标不松手 在这个色谱当中随意的滑动 就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 左侧照片当中的颜色变化 我推荐大家先打开这个小方块的色谱 这样就可以实时的看到 色相和饱和度在照片当中的变化 相对来讲 比较直观 设置完成之后 关闭这个色谱 回到外面这个色相饱和度的 竖直滑画进行微调 在添加了一个高光颜色之后 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照片当中的变化 除了非常极端的高光和阴影 高光设置影响了照片当中 绝大多数的色调范围 它们以亮色调为主 黑色的阴影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被影响到 先把高光关上 我们再来看看阴影的设置 随便添加一个阴影的颜色 可以看到和高光的覆盖范围正好相反 曝光比较暗的区域被影响到了 特别是刚才没有被影响到的黑色阴影位置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设置所影响的范围是有重叠的 主要是集中在不亮不暗的中性区域 这告诉我们光线并不是一刀切 非黑即白的 现在我们同时打开这两个设置 这样看是不是就很容易分辨色调是如何被分离的了 拖动中间这个平衡设置就可以让色调更偏向于高光的颜色 或者是阴影的颜色了 我找了几张日出日落的照片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古怪的分离色调功能在实际应用中是如何表现的 这是一张日出的照片 可以看到那天早上天空的云层比较密 幸好太阳在最后一刻露出来了 不然这张照片完全没有色彩 在高光位置添加一个暖色 可以看到色谱两侧都是红色 它们的区别是左边的红色稍微向右移动 就可以是偏向黄色的橘色了 而右侧的红色稍微向左就可以偏向粉色的粉红色 如果选择最靠两边的纯红色 实际上它们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但是如果想要橘色或者是粉红色的话 就要选择左边还是右边了 早上的日出偏向于橘色 所以我选择左侧的红色 在这张照片当中几乎没有阴影 所以不用做任何的调整 仅仅一个高光设置 照片的效果已经截然不同了 我觉得可以就这样出片了 所以分离色调也可以只调整一个设置 而不是非要高光阴影都设置才行 再来看看这张日落的照片 可以看到我选择左侧的橘色和右侧的粉红色 它们呈现在照片当中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有时候日落时天空的颜色是橘色的 有的时候是粉红色的 这要看自己拍到的日落到底是什么色调 在这里边添加原照片的橘色 让日落的颜色可以更浓重一点 这张照片当中有大面积的阴影 并且这些阴影是冷色调的 偏蓝 这会让照片缺乏亲切感太冷了 在阴影当中添加一些绿色调 这样照片一下子就平易近人多了 日落的照片也不是都是添加暖色的 在这张照片里边天空有些多云 我在高光里添加一些蓝色 继续保持它的高冷气质 阴影部分也就是光线没有照到的位置 主要集中在建筑的下面 在阴影处添加暖色调效果也是不错的 在后期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做一些不同组合的尝试 看看哪个效果更适合自己的照片 除了日出日落的照片 分离色调还可以做出很有电影感的色调风格 在高光添加绿色 让原本日光的冷色弱化一些 天空的蓝色就变成了蓝绿色 之后再阴影添加暖色调 这让整个的画面变得更柔和了一些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种电影色调的风格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看了以上的操作 是不是觉得自己距离成为摄影大师 又进了一步呢 分离色调的操作方法其实还挺简单的 对吧 相信从今天开始呢 你在后期每一张照片的时候 都会考虑使用分离色调工具了 而且呢 它会越玩越上瘾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想看更多的Lightroom操作小技巧 就关注我吧 让我们一起玩摄影